这个跟这个 以后的话这个有点 程式反正有点像 积木一堆积木一样 加上去加上去就OK 记得要加在对的地方 另外建议就是上面一定要加注节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 你想说老师那我以后 可不可以用在别的地方上 马上可以用吗 当然马上可以用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想要查一下 也许在我们 住的我们现在这边附近的房价 其实现在最热门的就是开放资料 所谓的开放资料就是说 政府他会把一些资料 资讯接住在网络上 让大家很清楚 所以你可以Google那个 叫实价登录 各位应该都知道这个 如果说你想要知道 你要买房子的话 你就输入实价登录 实价登录里面的话 第一个就是那个内政部公布的实价登录 里面的话他那边有累积的数据非常多人 然后其中有一个是Open Data 开放资料 那这个开放资料里面的话 就会有历年来的那个 那个什么房价成交的相关状况出现 所以以后 你可以有时候仲介那边的讯息 你可以看看就好了 因为那个有时候不是那么精确 最精确的是成交的金额 那这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从这里面找到本期 比如最近的讯息 或者是非本期 它里面也提供蛮多 其中一个是XLS的格式 那你可以怎么 这边可以选进阶啦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说 新北市的不动产 到底交易情况如何 我可以把它下载 下载之后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呢 把它打开来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会看到那个 它有分成建物停车位跟土地 不动产 买卖的情况 那其中的话 前面三个我不要了 把这三个删掉 我只要不动产 那我想知道一下 比如说在哪个地方呢 这边C栏是它的地址 地址里面 因为我们这边好像叫什么 五公六路还是什么 附近不知道有没有成交的房子 那如果说你想要查询的话 以前要做个查询系统 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如果说你要做个查询系统 刚刚做完的东西 要查拿来查可不可以 很简单啊 你就Visual Basic 把刚刚的这一段 筛选业务把它复制 然后呢 再把它加到那个 这个不动产这边 插入一个模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